那郭台铭今日呢是用经济牌猛打蔡英文 并且下了战帖要蔡英文前来辩论 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唐先生 你觉得蔡英文会接这一招吗 蔡英文 第一个蔡英文过去的辩论表现都非常差 过去只要是辩论的场合蔡英文 蔡英文几乎都没有讨到便宜 蔡英文多半采取回避的态度 那挑战者当发出邀请的时候 他能不能够成立大概两个前提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郭台铭还没有正式登记 郭台铭如果成为正式的候选人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来邀蔡英文的时候 媒体就会开始助攻 就会觉得你作为一个现任领导人 当然应该要接受辩论的邀请 第二个就是说台湾过去媒体 媒体到了选前的时候 去要求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选领导人政治人物要参与辩论 按照台湾的选举制度的规范 只要是开始正式的进行选 你登记参选了之后 本来台湾的选举制度里面 就有所谓的证件说明会 但是说明会是各言而至 彼此之间是不相互开火的 也没有那种疾问及疾答的这种空间 那个辽背一格 所以大部分的挑战者或者是媒体 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辩论形式的极其问答 但是这个情况下面 因为它不是法律的规定 所以对于候选人来讲 他就会判断 判断我参加到底好或者是不好 那对于现任者来讲 如果他在民调当中又基于相对的优势 而他认为辩论对他不利 他有可能拒绝 但是如果今天郭台铭的气势很强 因为现在提出邀请的是郭台铭 如果郭台铭气势很强 他的支持度一直上来 这个时候蔡英文就会有压力 当他示弱的时候 对他气势就更弱 所以郭台铭这个邀请 虽然随口一句 可是最后会不会成真的两个条件 就是郭台铭要成为正式候选人 而且郭台铭的声势要往上走 走到让蔡英文受不了的时候 蔡英文才有接受辩论的可能 否则以过去的情况来看 蔡英文因为辩论场的表现不好 所以蔡英文很有可能拒绝